数十人星期四举行抗议游行 另一些人在星期四早晨距离发生枪击事件几米远的地方举行蜡烛手艺活动 一名警察被击中脸部 另一人肩膀受伤 两人预计都会康复 一名牧师发表演讲 敦促参加集会的人克服分裂社区的势力 我们来到这里要记住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 只有我们承认彼此间共有的人性 我们才能弥合伤痕 这是手机录下的枪击视频 警方随后对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 扣押了三人 但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 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 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 不应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力 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星期四凌晨的袭击称为伏击 这些人不是要让福格森弥合伤神 他们是该死的恶棍 在一个试图采取共同行动的地方 在一个分裂了太久 而正在进行整合的社区 拨下了不合的种子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前 福格森警察局长在司法部报告指责当地警察局存在种族偏见之后辞职 福格森警察局长汤姆斯·杰克森 星期三在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的七个月后 提交了辞职报告 布朗在去年8月的一次街头冲突中袭击威尔逊 司法部没有指控威尔逊违反布朗的民权 周培审团也没有对威尔逊提出刑事指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